我手上又有另一支 曾經跌過落地的惡器 當然跌完落地 引致看到的損壞的是會幫它修理好的 例如這裏曾經筆掉了 我們現在再把把射來 這裡大家都看到 建立的痕跡 本來不動的按鈕也會再動 但是問題呢,是不是這麼簡單呢,其實很難跟一位初學的學生的家長解釋 大家如果看一下這裏,大家可以發覺到,這個撐臂下方的金屬不是百分之百元 這個呢,起它跌的時候,其實是可能引起一些變形,令到這裏是有些擠壓 這樣會導致樂器相當難吹的,但是同一時間我們也沒有辦法 跟一些不熟悉小號情況的同學或者家長解釋 所以我們通常都不會說,只是偷偷地幫他改善一下這個情況 要徹底修理呢,我們就需要消悍,很大的處理 這個也是不適合的,也很難令到家長或者同學接受的 所以呢,我們只能用一些比較簡單的方法,弱略改善一下 讓同學可以繼續使用下去 我再次想提醒大家,避免跌你們的樂器 跌完之後呢,其實可能有很多隱蔽的損傷 是令到你們的樂器差很多的 希望大家注意 希望大家注意 如果大家可以針起,避免還有都是era proposed 要開的設計 每個結束的機適合 我全部只要按進去 我們現在前方的部件 那麼多只能 Remember 您在等下